台中持有一名50岁的张姓男子 他涉嫌用放置炸弹的方式恐吓台湾高铁 勒索3000万 在下午铁路警察巡献 在台中将他逮捕 经过了征讯已经移送到板桥地检署继续侦办 那么这位嫌犯是在这个月的14号 他打电话到高铁的客服部 打了好几通电话 要求支付新台币3000万 不然就要在高铁的沿线轨道放炸弹 警方接获了高铁报案之后 组成了专案小组追查 通莲继续在下午将他逮捕 这也是高铁通车以来 第一次遭到歹徒恐吓乐熟